首先第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要去下载Power BI这套软体 因为真的它要花太多时间 如果说你们自己用自己的网路 我就可以直接安排在我的课程里面顺利的进行 可是因为这太浪费大家时间 请问一下 你用有自己网路的请击手 大部分都有自己网路 所以不要用这边好了 请不要用这边的网路 等于说通用这边的网路 然后你自己下载就用会很快 那我们因为没有广播教学 所以只能请你看前面 所以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Power BI 以及Power BI软体如何下载 以及安装 然后完毕之后我再做开场 首先麻烦请各位 麻烦请各位 打开我们自己的浏览器 打开自己的浏览器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在这个搜寻引擎里面 搜寻引擎里面 输入Power BI下载 在搜寻引擎里面输入Power BI下载 好 麻烦请输入Power BI下载 直接按一下Enter键 第一个一定是微软公司的官方网站 好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下载Microsoft的Power BI 有看到就这一个 那接下来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要下载的是Power BI desktop 不是Mobile 也不是这个内部部署资料杂道 也不是那个Report Server RS版 不是 我们要下载是第一个 Power BI desktop 这边是不是有下载跟进阶下载选项 你必须要知道说 你的作业系统是64位元还是32位元 预设的下载这边放的是64位元作业系统 预设 因为还是有单位可能还在用32位元 32位元的就是作业系统 所以你怎么知道自己的作业系统 你可能要先查询一下 有没有谁不知道自己的Windows 10 或者Windows 7 是使用三色位元还是64位元 知不知道 如果都是用64位元 我们就直接点这个下载就好了 可是如果不知道 我现在要再多做一件事 如何知道自己的作业系统 是三色位元还是64位元 好 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好了 像我这台电脑 我是装Windows 10 作业系统 所以我就用滑鼠右键点 点这个 我就用 我先左键点这个Windows 这个按钮 就是开始按钮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直接打开我的这个资料夹 我的文件夹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本机 滑鼠右键点它的内容 它就会直接告诉我说 我的系统是什么 有看到吗 这是Windows 10 Windows 10这样操作 先确认一下自己的系统 是64位元还是32位元 可以吗 大家是不是都是用Win10 用Win10的话请这样确认 大部分Win10都是用64位元 可是就是会有少部分 它是用30位元 比如说财政单位 他们根本就用不到影像处理 根本就不需要用到64位元 30位元反而它的速度效能会比较快 都知道自己是几位元 都知道自己是几位元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视窗关掉了 像我这台是64位元 关掉 然后接下来 我还是要统一交一下 如果说你间30位元的话 你就要点这个 对不对 进阶 进阶下载 请全班每一个人都点这个 因为这里面一定有34位元 也有64位元 下载里面只有64位元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你稍微拉下来 卷轴拉下来一点点 Set a select language select language 选择语言 选择语言 请选繁体中文 请选繁体中文 好吧 请选一下繁体中文 然后稍微等一下 他就把整个 整个视窗全部都改成中文 中文 然后点这个下载 好了 现在只有两个档案 一个就是64位元的档案 一个就是30位元的档案 就这两个 这样可以了解 像我这台电脑我要装的是64位元 所以我这边要点一下打勾 可以吗 然后进行下载 然后他就去下载 我用我自己的网络 预计花 大概两分钟左右 应该就装好了 就下载完毕了 用自己的网络 你不要用 这边的网络 不是用手机开热点 使用我自己手机的那个Wi-Fi 主要是这边慢 只有这边慢 其他都会很快 软体的安装 就麻烦你们 软体安装了 我要不要交 就下一步下一步 把它给装完就好了 可以吗 因为你们那个过年前 应该有收到一封信 告诉你们说 去哪里下载 对不对 有吗 那时候 好吧 不过这不是重点 我们现在赶快来 继续来往下看 好 那我要继续咯 好 大家早安 很高兴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分享这个数位分析及互动式视觉化效果BI工具应用 简单的说就是现在最热门的大数据分析 我们在这个课程这两天的课程里面我会先拿商业智慧的办例来跟你们分享在接下来第二天我会着重自在打一个开放资料 开放资料就是政府机关他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民众的资料 然后去识别化之后我们已经看不出来这个资料他是哪一个民众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比如说学术上的研究或者是一些相关性的研究 于是我们看到什么性质的单位比较多我们就用他的单位来去做一些大数据分析 好 那为什么要做大数据分析呢 我们稍后就花两天的时间来跟你们好好地分享 还有大数据分析很重要这个工具的应用 我喜欢开的是异梦班我不希望你今天上完大数据分析之后 你就全部一走出这个门该忘的全部都忘记 我不希望你只是知道那个理论 你最好是实际动手来做做看 所以我们真的会希望你每一个动作都有参与到 那我们我姓孙在哪里的在太阳的阳 这是我的电子邮件我的WeChair Line全都给各位 在那个民国一百年之前我是巨匠电脑总公司专任讲师 帮忙教授新竹以北各公家机关 招总部下次行政院五院八部还有各公家机关该去的应该我都去过 可是后来我就在想说我还想要再一直不断地提升自己 而且我喜欢教书又喜欢读书做研究 所以我又再跑去国立阳明大学继续攻读我的学位 那我曾经的期望说我自己的资讯的专才能够跟医生 生物专家一起合作来解决癌症这个议题 那后来我觉得说我想透过是大数据分析的方式 大数据分析的方式来去解这个癌症的议题 因为不管怎么样统计的方式 我们也看到了他的一些成就 但是如何能够从大数据的角度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也是值得我们来去好好来去钻研的 那举凡如果没有一些电脑的问题 都欢迎你就是跟我联系 那我这边我有三十多张国际国内的 不管是城市设计 美工网页 办公室应用自动化等等这些的电脑专业证照 也写了五十多本书 然后后来发现大家买书的意愿不是很高 所以我就做教学影片 我就全部都放在YouTube上面 那像你们今天上完这个课程可能再等个几天 你就会看到我们有这些影片 你就可以回去复习一下 那可是我还是要强调讲一下 我会希望说你们等一下是用分组的方式 分组的方式就是左右邻居互相关照一下 因为我知道有些角度看前面 看得不是很清楚 看得不是很清楚 所以说请各位多包含一下 然后怎么样方便你有效的学习 其实我觉得或者是你要不要拉一张椅子过来坐这边 只要你看得清楚就好了 真的真的 有些操作上面 操作上面我会重复的去讲 一做什么 二做什么 三做什么 而且这一套大数据分析我介绍的是POWDM 它有好处 大概三到五个步骤你就做完了 三到五个步骤你就做完了 那当然不包含写韩式写程式的部分 那这点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那后来我就放影片在YouTube上面 就变成了网红 因为我放了两千多部的影片 像例如说今天 今天这个课程我到时候可能会分成 八到十部的影片 然后放在网络上 所以你就可以想而知 我已经放了 应该有几百套的课程放在网络上 方便各位如果你想要学 当数据分析出阶进阶 当数据分析之前可能要学Excel 那这课程全部都有好多好多部 方便你们慢慢去研究分析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看 软体的安装 各位刚刚你下载下来的档案在哪里 你知道吗 应该都下载好了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赶快来做安装动作 怎么安装 首先你要知道你刚刚下载下来的档案 如果你是用Chrome的话 它都会放在下载里 它都会放在这个下载里面 那如果你是用Edge 那它可能这个Microsoft Edge 一个新的浏览器 它可能会请你制定你要放在什么位置 所以请稍微注意一下 像我我刚刚是不是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这个软体 所以我这边下载 打开资料夹 打开资料夹 然后下载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看到这个程式了 可以吗 来麻烦请各位先完成安装 安装软体我就不教各位了 因为我要先协助那个还没办法完整下载软体的同学 好 那我们刚刚大概已经把Power BI这套软体下载下来 然后也安装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现在来做这件事情 就是我的课程都会有范例跟讲义 对不对 我的课程都会有这个范例讲义的位置 我只是要先告诉你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讲义或范例放在什么地方 然后方便我们来去做学习 首先 首先 我给各位的这个范例讲义的位置 它是在HTTPS 那它是一个网址 既然它是一个网址 那么就要请你们打开 打开Chrome浏览器 我建议你们打开是Chrome浏览器 然后接下来在搜寻引擎这边 对不起 不是搜寻引擎这叫搜寻引擎 这叫网址列 这叫网址列 请在网址列这边 麻烦请输入 输入网址 我的网址呢 是HTTPS 写线 斜线 GOO.GL 斜线 YPZ 请注意哦 后面这个R一定要大写 然后X是小写 T是大写 请注意 您应该有我的讲义 讲义 第一页 如果没有印出来的话 第一页就在 第一页 我这边有特别 诶 那就可能麻烦你们学一下 等一下我学一下 就是 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R一定要大写 最后这个P一定要大抵 斜线 整个 Et 好 请注意 最后这个R跟T要大些 那我们接下来 按一下Enter之后呢 就麻烦请你看一下 这边2月3号 数据分析及互动式视觉效果 BI工具应用 范例下载 有看到范例下载 有看到这个范例下载 好 请点它 我们今天要上课 要用到的资料在这里 第二个档案就请你不要下载了 第二个就是软体 就是Power BI 64位元 现在最新版的软体 可以吗 第二个就不用下载了 第一个请你下载 怎么下载呢 这个游标 放在中间的地方是预览 你点了它是预览 预览是什么意思 预览就是 你可以先看到它的内容 可是我们要下载 下载是要点左上角 这个往下的图示 向下的箭头 请点它 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进行 这个超市范例的下载 可以吗 不要打开 不要用米胶打开哦 我要�ust 不要拍一인 也没有域啦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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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感谢观看 那我们的范例会放在什么地方 因为我们知道范例是放在下载里面 你刚刚是不是做下载这个动作 所以它会放在什么地方 当然是下载里面 因为其实电脑的学习 电脑学习其实它就是要符合逻辑 我们刚刚是不是从网络上下载下来 这个超市范例档案 它会放在我们本机端的什么位置下载里 那我们本机端下载里在哪里呢 这个视窗我们就用不到了就关掉吧 我们本机 我们自己的 不管是notebook或者是桌机 一定会有一个资料夹叫做下载 所以我们就点这个档案总管 问词它叫做档案总管 其实就是你知道的文件夹 所以请第一点选档案总管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看到下载 左上角这个下载 或者是你点本机的下载 里面都有一个你刚刚从网络上下载下来的超市范例 没问题 我还是要强调讲一下 逻辑 什么叫逻辑 一定是有道理的 一定是有道理 什么叫有道理 就是他怎么问他怎么问题目 你做的前面这件事情 你想要做的这件事情 其实操作的顺序可能就在你的那个正确的逻辑观念里面 所以你要知道自己下载下载的档案在什么位置 那请问如果说你今天 你今天你取得这个档案只有他的网址 照样可以构成 照样可以构成档案的自动连接 所以这点是要请各位稍微知道的 因为我们现在取得档案的方式太多种了 可能别人是透过API的方式自动串接 所以他给你的是一个网址 那你就必须要可以接网址 以色尔可不可以接一个网址 可以的 以色尔可以只是你不会而已 不过基本上千万不要用以色尔打开这个档案 虽然我给你的档案范例是以色尔 所以不要用以色尔打开 我们今天要教的不是以色尔 我们今天要教的是POWER BI 好 那接下来我想跟你们再分享一下 我刚刚呢 我刚刚如果说我想要取得我们课程的讲义呢 其实就是首先先到什么地方 先打开我们的Chrome浏览器 然后接下来在网址里也就输入 我提供给你的这个网址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观看 在这个地方2月3号是不是有这个数位分析及互动试试效果 我比较工具应用讲义下转 所以请点讲义下转 这就是你可以取得数位版的讲义 数位版的讲义 我可能刚刚讲义没有放的成功 所以他这边没有办法连接 好 晚一点下课我再去看 那我先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这个课程 顺便我要先介绍一下 我们要先介绍一下我们的那个大数据 我们的大数据 大数据这个分析应用 主要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什么是大数据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当你了解了大数据 那大数据有一些很棒的技术 我们要如何实现 接下来就是要从取得资料这边开始跟你分享 取得资料 取得完资料之后呢 我们要开始有了资料 我们就要来去做分析 可是其实在这个取得资料跟分析的中间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叫做资料清理 资料清理 请问一下哦 你在分析 你在分析哦 之前你拿到别人的资料嘛 你要不要先去管一下这个资料 他干不干净 如果你今天拿到的假设 假设像我记得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在做那个就是乳癌 乳癌的一个小鼠实验 侦测某几个基因 他的一个就是说表现 精英表现 结果呢 我们我们全部分析都做完了 全部分析都做完了 然后呢 然后最后发现了 我们选择的小鼠的性别 是公的 那所有我们的实验 全部都白做了 有听懂吗 有听懂我现在说的意思哦 就因为一个性别 选错了公属跟母属 就会导致你的所有实验都白做了 那个所有的人力物力 所有前面的生物实验 全部都等于没有做 可以了解吗 那万一这件事情还发表出来 登上了Nature 那就变成是一个什么 笑话 可以了解吗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个资料清理 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期待希望哦 我们这边 就是当我们今天要做资料分析 资料分析之前 你要先具备这样子的一个资料清理的概念 但是通常资料清理都会请专家来做 因为那太困难了 里面有太多太多的 太多像前几 昨天还是前天 不是说那个什么大安区 那个就是因为资料清理 资料产生的错误 这样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好 所以真的资料清理这边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们重点不是在资料清理 是在资料分析 资料分析这边哦 大数据分析跟统计分析不一样哦 请问一下哦 我们今天拿统计课本 我们大一如果你是念商学院 可能必修一定是修统计 那请问一下 我们统计一整本书里面 我们的统计的样本 是不是用抽样 抽样抽出来 既然是抽样 请问你他会抽多少 可能会抽几十个 几百个 请问会不会抽一百万个 会不会抽一千万个 sample 会不会抽十万个样本 有没有这种范例 没有吧 统计课本里面选择的 抽样的样本数是多少 十几 或者是几百个样本 对不对 对 你们不理我 我就知道自问自答咯 你可以随便回去翻 任何一本统计课本 看看有没有超过一万以上的范例 好 那我们现在做大数据分析 请问我们能不能只拿一个 二三十个范例来呼隆学生说 我们现在做大数据分析 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会吧 所以我们至少选择的范本呢 我选择了四年连续的资料 然后呢 里面有超过一万笔 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样听得懂我讲的意思 你今天你要回去实验 我们上课所学的这些东西 然后你今天你要去做大数据分析的 一个技术的使用 你至少你的样本 你至少你要选择的 那个记录内容 是要符合大数据的定义 这样可以了解吗 好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当然 统计 统计它背后支持的理论是 几率 它有非常严谨的几率来去支援它 可是我们大数据分析 目前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什么 大数据分析 要不要做什么检定 不需要 因为它看 它看检定 它看资料 不是像统计 那样看资料 是不一样的概念 所以这点都是要请你们稍微知道的 我们是看趋势 我们是要去结合 Data Money 就是资料探开 结合产生人工智慧 我们是在做这件事 我们不是在做那个检定 检定就是说 我的这一次的抽样 有多服从母体 我要先检定出来 它是不是落在那个 非常非常极端的95信赖区间之内 所以我们无法拒绝它 这个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以了解吗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因此要做哪一些的视觉化分析 也不太一样 所以跟你们稍微参考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什么 老板想要看的一个销售统计 为什么要看这个销售统计 我们是在看说 这个资料呢 它的一个趋势 趋势 老板想要知道说 它到底赚多少钱 当然想知道 那它的赚钱的方式是逐渐在增加 还是逐渐在减少 如果这个增加 好 它可能就要做一些什么策略 策略的一个改变 好 这都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 所以它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续型的资料分析 然后我们要去看到趋势 然后去预测 未来它的值是上升还是下降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像我们现在那个武汉 武汉那个 C型冠性病毒确诊人数 达到高峰了没有 达到高峰这件事 我们要用大数据分析 是可以去看的 它一直在成长中 它每日的成长一直还没有往下降 看高峰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可是统计不是这样看 统计它就在统计说 我们现在这一段时间有多少 可是我们是在看说 某一段期间它达到高峰的趋势 到底有到顶了吗 这样可以了解吗 现在还没有到顶 现在都还没有到顶 所以这都是我们现在应该就是说 假设我们现在拿到这个资料 我们应该看看什么东西 这都是我们必须要去来去思考的 我现在讲的是学术 不是要去讲什么政治那些 就是所以你去看那个新闻 你要去看说到底达到峰值了没有 现在还没有 为什么要达到峰值 达到峰值才开始往下掉 那是一个什么 疫情的一个什么 一个代表说我们已经在控制的阶段 可以了解吗 好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 CDC CDC的学长呢 他就 他说他们最近太忙了 可想不知他们一定很忙 所以他也没有空来上这个课程 可是 可是这些 这些真的都很重要 所以我们现在学的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当你拿到大数据分析 要如何来去看到这些趋势 所以我先准备了这些的分析 是指我们先从商业资料看到智慧 看到这些资料的趋势 这就是所谓的商业智慧 看看能不能形成公卫智慧 政治智慧 疫情智慧 财政智慧 可以了解吗 所以我会希望说 你们回去的时候 是要拿你的资料出来 来去分析里面资料 看看他的状况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学会画这些图 然后接下来 所有的分析 其实我们还是要走到使用函数 这边的函数 就是我们要透过一些数学的方式 来去解决 来去解决一些问题 那我们就要用到 这个大数据分析的函数 DAX DD就是Data A就是分析 Analytics就是分析 数据分析的Expiration 就是方程式 这样可以了解 所以我们有这些函数 是要跟各位分享 其中看看有没有机会 交到Calculate 因为我给各位的讲义 其实是出阶跟进阶 出阶跟进阶 这里面 所谓的DAX函数 也才不超过40个 才40个 但是每一个都很重要 像我现在告诉你的 这个都还不算是DAX里面函数 DAX里面函数它SUM后面是加X的 好 再来我这边实际举一个范例 到时候我就会换成是开放资料 换成是看来说是什么开放资料 我们来去做这个资料的一个探索 好那我们当第一件事情要来看的是什么是大数据 大数据它有几个特色 好很大很大的数据 这是各位从字面上就了解 就是记录量很大 所以300算不算大 不算 对不对 500 1000 那到底多大才算大 好 其中我觉得它不仅要有一个就是很大很大 也许你现在想说我现在是1万 可是我未来 我未来 我每个月都会再加1万 每个月都会再加1万 它的数量的成长是非常非常快的 可以了解吗 它有一个成长性 还有还有多样性 我今天要收集的资料呢 不能再只局限于只收集数字 文字 日期 我可能会收集到图片 声音 可以了解吗 好 那所以相对的 相对的这个资料的多样性 构成了所谓的大数据 好了 那我觉得大数据 大数据大家应该要了解 了解这张图就是文字语 文字语就是文字探勘 这就是标准的文字探勘 他把Big Data 这个字 这个字 然后把所有跟其他字 最有关系的字呢 去做了一个所谓的一个数据的分析 发现 发现 Storage 跟Big Data 最有关系 再来是 Analytics 再来是 Technology 好 所以 所以 其实我们要学大数据 其实你要先了解 大数据的 储存空间 Storage 就是储存空间 还有他的分析的方式 他的分析方式 当然有别于统计 好 再来 还有他的技术 他的技术 他的技术 我觉得在这边很棒的一点 就是你今天 你今天一定会 很快就会见识到 例如说好了 统计没有自动统计 你应该没有听过 自动统计这件事 可是 等一下的大数据分析 我就要讲一个 很重要的名词 叫做 自动分析 而且 你相当去 以后 以后你就直接 直接对着机器讲 我想要知道 近几年 近几年销售 统计分析 他就马上直接 画好图给你 画好图给你 还不算 他会直接告诉你 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说 什么时候 他的一个成长比例是多少 什么产品成长最多 然后什么客户流失最多 什么客户成长最多 直接分析这些给你知道 这才叫自动分析 可以理解吗 所以等一下 我们今天在12点之前 这些很棒的技术 都会跟你分享 好 那 大概了解到这边 大概了解到这边 我只 我只期待 我只期待 希望到时候 到时候 你把Big Data 掌握住 然后放到我们的 Power BI 来去看看说 能不能分析出来 一些什么事情 还有能不能去看到一些 一些那个现象之后 去做一些政策的一个拟定 或者是一个参考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进入到我们的Power BI 所以第一件事情 如果你已经装好了Power BI 在这个地方桌面上应该就有Power BI 所以快速点两下打开Power BI 虽然我说统计 统计跟这个大数据分析 样本数是有差很多 所以一些观念不太一样 对不对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 你要是没有统计的观念 其实后面这大数据分析 很难 很难去理解 但是也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大数据分析 没有解定 这里面没有解定 没有什么T-test 没有Z-test 没有Kite-test 这样可以了解吗 这里面没有 好 谁有 R有 Python有 可以了解 这边R跟Python有 好了 当我们今天第一次打开Power BI 它是会出现这个 Welcome to Power BI Desktop 对不对 这边你游标是不是落在First Turn Name 然后很多同学就开始注册 我们这套软体它是免费软体 所以可以不要注册 可以不要注册 而且你注册 它也会希望你留的电子邮件是 主域 什么叫主域 你这个单位的电子邮件 可以了解 所以在我们的课程是 不请你完成注册 那既然不请你完成注册 那你这右上角又没有叉叉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点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点什么呢 是不是点这个 已经有Power BI战户了吗 只好点这个 这样有理解吗 你只能选这个 当你今天不完成注册 当然如果你完成注册 你都要点这个Dumb 对不对 可是我们不注册 所以我们就点 已经有Power BI战户了吗 请登入 然后再点这个XX 它的XX是出现在这个地方 这样可以了解 所以我们不注册 那接下来 这个才是它的标准的起始画面 起始画面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第一个画面 所以我们现在就点XX 请把它关掉 因为这个其实画面 它就说 你的第一个动作 就是先做取得资料 然后它有最新的软体更新 或者是论坛 放在什么地方 你点一下 你就可以连进去去看 那这些说明 就是我课程内容 所以 所以我们就暂时先点这个XX 把它关掉 好吗 这就是我们的Power BI 请问多到这个画面 这Power BI的画面 其实它的功能比小画家还少 比小画家还少 它有五个功能 五个功能 可是这里面最重要的是 常用跟模型 这两个就是你比较不懂的 而且常用的功能 每个你都要会 好 那我稍微先跟人们介绍一下 常用常用里面 最右边 最右边 是不是有一个发行 它其实 它的目的是 请你画好的图 发行出去 发行出去 给主管用 Power BI Mobile 它去装好 装在它的手机上面 它就可以看到 跟你一模一样的画面了 它不是要结合 PowerPoint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它不是要结合 PowerPoint 那 首先 这个是功能区 这个是功能区 这边 这边有三个很重要的图示 叫一般工具列 叫做报告 资料 还有 模型 这模型 其实你看起来 看起来是不是像关联 关联 这个字应该懂 因为资料库 在做多多少少 应该都知道资料库 关联是资料库 其实就在讲这件事 当我们今天在做资料分析的时候 假设我们看这个结婚率 结婚率 请问一下 结婚 结婚这件事 好像是社会局的工作 如果以民政局的工作 那人口统计呢 内政部的工作 反正我的意思是说 不同单位 不同单位之内 我们是不是要把它结合在一起 结合在一起 就在做关联这件事 这样可以了解 例如说交通意外事故 发生率 那你可能会拿那个人口 来去校正 或者是车辆数 来去做校正 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要有那个警察局 警证单位才会有的 加通意外事故 的发生事件 还有什么 车辆 车辆 好像不是警察单位知道 全台湾有多少汽车 机车 这个警证单位 应该是不知道的 对吧 应该是另外一个单位 或者是人口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是 要去建立 关联 建立关联 它名称叫做模型 好 为什么叫模型呢 那你就要去问大陆了 因为所有的翻译 通通 因为毕竟使用者 使用者 谁比较多 一定是大陆 所以这些翻译 都是大陆过来的 所以它取名叫模型 OK 但是你可以从这个字面上大概就了解 这其实叫关联 然后接下来 这边就是我们画图的区域 这就是我们画图的区域 这边很大很大的一个白色的区域 接下来 三选 三选 视觉效果 栏位 那 视觉效果很简单 就是我们要画 直条图 折线图 这没有问题 三选 我觉得你们也应该懂 什么叫做栏位 栏位就是 我们的Easell Easell 是不是会有那个标题 标题列 跟记录内容 对不对 标题列就是栏位 标题列就是栏位 现在因为我们没有取得任何资料 所以这边栏位是空的 当你有取得资料 这边就不是空的 因为至少你的资料一定有标题 一定会有记录内容 对不对 当你今天要去看那个标题 就在这边看 当你要看记录内容 就在栏位里面看 好 那我们一切要等到取得资料之后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怎么样 看到内容了 好 所以我们大概把这个内容 分成五大区块 这是功能区 一般工具列 这是我们的画图区域 画图区域 这边 这边三个 这边三个 我们有 筛选 效果 视觉效果 跟 栏位 对不起 应该是六个区域 大概先简单 跟你们说明到这边 那我们现在就要把资料取得进来了